佩洛西窜台之后,引发了我方强烈的反制。 在佩洛西回到华盛顿之前,一直没有直接公开表态的拜登。 8月8日除了公开谴责之外,就是表达关切,虽然没有直言佩洛西窜台是个错误,但强调的是他自己的决定,而佩洛西却强调亚洲新释受拜登的指示。 显然这一对老男女开始互推责任了,对于佩洛西窜台,尽管没有出现人们担心武力阻止的情况,可事后的强烈反制,却让美国真有些难堪。 我方不仅公开倒台,针对台湾进行封锁演练,也受此公开承认了,针对美军反接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存在,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演练。 尽管美方一直强调不得改变现状,可现状的改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,也是不可逆转的大事。 关键是面对已经接近于愤怒到极点的中国反制,白宫除了谴责就是关切,而美军的表态竟然是不会上钩。 在佩洛西窜台一周的事件里,或者说在佩洛西回到华盛顿之前,拜登一直没有公开六面表态。 当地时间8月8日,拜登就台湾问题发表公开评论,在谴责了中国的行动之后。 他说不担心北京在佩洛西访台后推出的军事反制行动,他认为台海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。 我方除了有针对性军事反制之外,还出台了系列的反制措施。 令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,对此拜登居然除了谴责之外就是关切。 他认为台湾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,只有两层意思。 一是想说不担心我军会采取武统行动,另一层则意味着美军不会对中国严重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,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,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担心局势突变了。 尽管此前白宫官员曾表示,里根号要过境台海,可毕竟只是说了一个数周后的模糊时间。 而对于拜登的表态,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安尔是这样解释的。 他说自从中国升级行动以来,我们一直在谴责他们。 他们这些挑衅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增加了误判的风险,这就是拜登总统所关切的。 至于我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长期目标,也是全世界的共同期待相违背。 可见拜登最关切的是误判,最关切的自然是尽快恢复两军的沟通渠道。 当被问及佩洛西此行是否是个错误时,拜登没有正面回应,而表示这是他的决定。 显然是在说,如果这是个错误,也是他的决定引发的错误。 拜登这样的回答是有道理的,临行前,他就强调了美国群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,也在临行前不断向老太太提供安全简报,实际上就是想劝他不要捅马蜂窝。 当眼看着无法制止的时候,也只能强调中方不应当做出过激反应,美方不希望也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抗,白共的一种原则没有变。 其实此前拜登也藏着一个小心眼,也希望接佩洛西窜台高火力侦察,想看一下中方的反应。 没想到的是我方说到做到,他只能生生咽下后悔腰了。 美国军方很清楚,在与俄打代理人战争的情况之下,在如此激烈刺激中国,美军真的是难以招架或不敢招架。 而佩洛西看到目前这样尴尬的局面,虽然还嘴硬说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,可他同时强调,我们的访台行程得到了压倒性的两党支持,并在当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,明显是把责任往外推。 他强调自己的访台行程与几个月前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访台,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的访台行程并无区别,并指责北京的行动明显针对了他。 好像是在说北京专门看不上这个老巫婆子,作为台湾民主制度的支持者等等,从这点来看,访问台湾是值得的。 同时又指出,我们去哪里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政策,我们仍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,我们的访问没有什么破坏性,显然这是有意吞自己拉出来的事。 最有意思的是,佩洛西辩解称,这是按照拜登总统的指示,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亚太地区,并重点关注他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,所以我们去到那里聆听亚洲的声音。 在此过程中,议会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。 从佩洛泰一系列表态来看,首先他强调了这是两党强烈的支持,其次此是有先例。 其三,北京明显针对的是他,这不公平,其次他不想改变一种政策,是中国反应过激。 其五从民主制度支持来看是值得的,其六这是按照拜登的指示,不是他的责任,他把自己当成了事件的受害者,还把责任一下子就推给了两党共识和拜登的指示。 可见他也知道自己捅了马峰威,他也不想由自己承担这个苦果了。 由此可见,拜登与佩洛西开始相互推卸责任了。 佩洛西此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。 同时也严重动摇了中美尖交的基础。 必然要遭到我方强烈的反制,这一点事先是应当清楚的,可佩洛西就是不信邪。 面对我方如此强硬,美国鹰派却一下就哑伙了。 因为当战争边缘游戏,真的要变成了战争游戏的时候,美国人心里也开始打鼓了。 拜登一直强调要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里与中国合作,这个算盘是彻底打空了。 真的没法再占中国便宜了,而台湾牌既然已经亮了底,也就是彻底打尽了或打废了。 以后再打台湾牌,就没什么意思了。 对于拜登来说,这一世间让自己吃了别,一半归于佩洛西,一半自然要归罪于采当局。 恐怕一定时间内是不会对台湾有什么举措了,才当局也只能是好作为之了。 台湾这张牌基本上就彻底打飞了。 美军再想在中国周边自由航行也好,无海通过也罢,可就得提心吊胆了。 中国的区域拒止能力可不是闹着玩的,这反而会令区域内国家心里有了地。 原本是想借力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或推动对华战略,这一下就弄得拜登不知如何推进了,也就彻底地打乱了拜登的战略节奏,这个损失太大。 如果说欧冲突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推进的牵制,那么台海现状的打破或中美关系的恶化,就反而成为了对美国在乌克兰供货行动的牵制了。 原本中俄是背靠被相互依靠取暖,这一次则是东西两线对美国是东拉西扯,同时得罪中俄两个世界大国,这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。 而不管是区域内国家还是世界各国,都看到了中国的强硬,也看到了美国只老虎的一面。 印太战略推进恐怕是难上加难了,老麦的年纪还要逞能。 台湾这个马蜂窝岂是那么豪童的? 窜台后非但没有帮上大忙,反而让拜登陷入了尴尬境地。 面对中国的激烈表现,也只能是谴责而已,而外界的评论则几乎是一面倒。 指责他没事找事破坏世界稳定。 这一次亚洲行,丢尽了美国脸面,他还有脸回美国吗? 不如一条扎到太平洋算了。 窜台之前,形成的保密,说明他兴趣。 而窜台前拜登称这不是一个好主意,也表明了美国内部的政治分立。 尽管D7和欧盟发表了共同声明,可声明所说的中方针对佩洛西访台采取的行动,可能升高紧张局势,造成地区不稳,呼吁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,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。 这样的表态实际上也就是不得以为止的官样文章。 有意思的是,到现在为止北约还没表态。 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反应。 拜登政府表面上不在乎何想表现出强硬,可暂停洲际导弹施设,推迟台湾关系法案审议。 只是单纯的谴责,这已经严重丢了美国霸权的脸面。 如果真像彭博社披露的那样,令白宫非常难堪恼,他回到华盛顿后必然会非常难堪。 他这一愚蠢的举动,彻底打破了台海所谓的现状,也彻底打乱了拜登的印太战略推进节奏,更让美国显得非常孤立,也搅乱了美国内部,在对华或对台政策中的混乱局面。 这在大变革时代,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。 接下来美国还要面临对话战略的选择。 而处于衰退危机边缘的美国,能否快速走出危机就是一个未知数了? 尽管这老太颇还嘴硬,可让美国和拜登政府陷入如此难堪的局面。 这反而是对美国最大的伤害。 以80多岁的高龄逞强惹祸,受到如此大的刺激。